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们来折几款不诗之子设计的平面花的作品 史车菊和牡丹 这期视频其实包括四个作品 因为它们的前半段的折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把它们做到了同一个视频里 前两个是史车菊A型和B型 它们俩只有一丢丢的差异 第三款名叫星矢草 它和前两款的差异比较大 对的,就是圣斗士星矢里的星矢 第四款是牡丹 它和星矢草的差异微乎其微 我们赶快开始吧 折今天的史车菊和牡丹呢 我用的也是无印良品的纸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它裁成一个正八边形的纸 就先把它给折成双正方形的结构 先折出两条 一条对边线 再折出两条对角线 再折出两条对角线 然后再把它给收成双正方形 之后呢 把每个半从中间这样子打开 然后沿着底下的缝给压平 再折出两条对角线 那边的结架 再折成一条对角线 然后再折成一条对角线 再折成一条对角线 再折成一条对角线 之后呢再全部打开 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了这些八等分的线 然后沿着这一条线把它给折起来 之后呢只需要把这四个角给剪掉 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八边形了 那么我这里为了让它很精确 就直接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把上面这一小半应该剪掉的这一半给折下去之后再剪 这个作品如果材质材的不是很精确的话 也是可以折的 但是就是折的过程中会比较的不爽 那么把这四个角给剪掉就可以了 得到这样的正八边形纸之后呢翻到白色的这一面 然后把每一条这个对称轴都给整理出来 之后呢看到这个正八边形的一个顶点朝着终点折 这里呢不要全都压下去 只折这一小段 就是这两条折横中间的这一小段 每一边都是一样 之后呢需要折这样的一条折横 那么如果你材质材的特别的精确的话 应该从这个顶点到这个顶点一条折横 那如果你材的不精确的话 从这个点朝这个点折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子往上折 这条折横穿过这两个点 然后这个中线是和底下的这条中线会重合 这样子就可以了 也是每个边都是一样 在这里用这个方法 这条折横穿不住 开始就里面的 之后呢沿着这一条 就是从一个边到一个边的这一条中线 对折 然后呢这里这个小三角形 把它往上折 并且从中间打开 然后呢压平 这里就是中线沿着底下的这个缝隙 这样子压平 然后呢这两条边再朝着中线折 打开之后呢 把这里打开 然后沿着刚刚的折痕 把这两半塞到中间去 并且从这个点 这个点朝着这个点 折一条折痕 这个点就是这条边 和这个中线的在这儿的一个焦点 这样子捏出一条折痕 这样这里也是一样 捏出相同的一道折痕 再把它给在这摊平 这就是一边的处理的方法 这就是一边的处理的方法 左边这一块也是一样 先把这儿三角形弄起来 然后把它朝着底下 压平 然后这两个边朝着中线折 之后呢打开 并且塞到中间 然后呢再捏出两道折痕 从这个点朝着这个点 捏出折痕 之后再摊平 就是这样啦 之后呢再打开 这就是这块和这块的处理方式 那么剩下的还有六个边 都是同样的折法 那么这样六个边的这么多折痕都折完之后呢 看到这个还是刚刚的小正八边形的边的终点 在这里 就是这 那么把这个整个纸的一个顶点 朝着这个边的终点折 这里呢也是不要全都压 对齐折好 然后呢只压中间这一小段 中间这两条折痕的中间这一小段 也是每一边都是做同样的处理 这样呢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更小的正八边形 之后呢还是这个中等大小的正八边形的顶点 那么整个纸的边 朝着这个中等的正八边形的这个顶点来折 这里呢还是不要全都压 也是先把它对齐了之后呢 压这里 最小条 那么这里就会形成这样的这条折痕 这条折痕呢是连接着中等的正八边形的一个边的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条边和这条折痕 那么也是每一个边都是做同样的处理 这样子呢这些折痕就都折好了 我们就需要开始把它给收起来了 首先呢把这个中等的正八边形给捏出来 然后呢它的顶点旁边连着外面的这条线也捏出来 然后这个中间最小的小正八边形呢 需要把它给摁下去 那么这里就直接 把旁边的这些都给捏起来 然后朝中间堆 这样子 这样子 每个边都捏着 然后呢 这样子朝中间这样子压下去 这样子全都压下去之后呢 再把每一半都朝右边这样子攀平就可以了 就像一样的那样子 然后再把这些都可以红出 这样子描述 就像一样的那样子 是比刀几架子 现在呢就得到了这样的东西 背面是这样的 正面是这样的 那么 现在是在折这个使车局嘛 就是把这里这一个三角形 这里是以前都有过折痕的 沿着折痕 把它从中间 就是 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给立起来 然后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从中间就是打开压平 压平成这样之后呢 再沿着旁边的折痕 把它这样子收进去 左边呢也是旁边的折痕 把它稍微打开一点 再沿着这样的折痕 把它给收进去 这个支撑 并且这个样子把它给摊平 这就是一个角的处理方式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沿着以前的折痕 把它给恢复一下就可以 再沿着旁边的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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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就是第一款使车局的折法了 那么对于这里 这些这个纸层呢 你可以把它的这个尖 放到它的这里的底下呢 也可以把这个尖放到外面 就是每一个都一样就可以了 反正都是随便弄 对随便弄 那么这个第一种折法 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种折法呢 也就是多加了一步 就是沿着这里这个 这边这个折痕 把它给折到后面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得到了另一款使车局 个人认为这一款是比较好看的 这样就是第二款使车局了 那么我把这里面的这些给抽出来 让它的变化更多一点 不然良心不安 对不对 就这么的水了两朵花 这就是第二款使车局 现在要开始折这一只牡丹了 那么我这次裁的纸 应该比刚刚那张红色的误差 要小一点了 不管了 反正继续弄 那么我现在呢 折到了一半的步骤 那么从这一步开始呢 这个牡丹就和前面的使车局 是不一样的步骤了 这里呢 需要把这一半给提起来 那么旁边的这些 我就直接先这样子啊 弄开 只弄这一半的步骤 把这一半往右边也压一下 折出一道这个折痕 可以发现这个和刚刚不同的地方 就是刚刚的是抬起来 拎起来一个三角形 那这里拎起来的是一个 平行四边形 之后呢 手从这里 把它给打开 从这个洞 把它给 弄开之后呢 把它这样子压下去 那么这个点 需要和这里的终点 重合 就这样子压下去就可以了 这里压下去的时候呢 上面会自然而然的 也不是自然而然 就是手呢 把它伸到里面去 把它给打开一下 的话 它就会自然的形成 一个样子 好吧 真的不是自然形成的 反正就是 直接把它往下压 往下压 然后上面呢 压平成这样 这里压的时候 如果你运气不好 上面呢 是要跟我一样 我刚刚一样 就是手伸进去 把它给摊平什么的 的话 就是呢 旁边这些折痕 你看好啊 旁边这些折痕呢 这条折痕呢 是会凸出来的 然后这条折痕 是会凹进去的 那么如果你 直接压的时候 不好弄的话 就用手把这条折痕 戳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 那么之后呢 这里也是沿着这儿的折痕 把它给恢复一下 把它给恢复一下 那么首先 这儿沿着这两道折痕 把它给往后这样折 之后呢 再沿着这一道折痕 这里这道 把它给往前压下来 那么这里呢 就会只曾是压不平的嘛 就是右手这里 把它给 往下推一点这里 然后压平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 左边也是一样 先沿着 这样的折痕 把它给往后 然后呢 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给往前 之后在这儿压平 侧面呢 就是这样的 之后呢 处理这里 把这一小半 往上翻 其实是要在这个点 到这个点之间 做一道连线 把它往上翻的同时 左右压平就可以了 那么左边和右边 这两道这个边缘呢 是要朝着这里的中线 折的 就是这个样子 把它给压平在这里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 一个边的做法了 之后的每一个边 都是做相同的处理 先把它往右摁下去 弄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从这里 这个洞 把它给打开 并且往下压 往下压的同时呢 上面的 打开一点 这里的戳进去一点 这两条 然后呢 这个点朝着终点 往下压 就行了 整个压平之后呢 上面 也要压一下 两条折痕 之后呢 上面沿着 以前的折痕 把它给 收起来压平 左边也是 沿着以前的折痕 收起来压平 之后呢 把它中间的 再打开 打开 并且两边朝着中间压平 这样子呢 这个新石草 就完成了 说到新石 我只知道 圣洞是新石 那么这个样子呢 是新石草 之后的那个牡丹呢 也是在新石草的基础上 多加一个步骤 那就是这里 这里的纸层 不是里面有一个 这个小折痕吗 直接把它上面 这样子打开 里面的折痕 这样拉直了 上面打开 然后压平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这个牡丹 也是水了一朵花 然后再打开 这样子呢 牡丹也折好了 那么这个样子呢 是新石草 之后呢 那个 蘸啥来着 牡丹 嘿 对我呢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呜呼